知名音乐人李昆成曾替不少天王天后创作经典歌曲 还曾经入围过金曲奖 更担任金曲奖的评审 但近年引起关注的反而不是音乐作品 而是他和小40岁的老婆林静恩交往 轰轰烈烈的爷孙恋引起不少话题 而没想到李昆成在9号晚间传出病逝的消息 而后林静恩也发文证实 过去李昆成和林静恩两人的年纪实在相差太多 家人无法接受和谅解的情况下 李昆成也曾认为自己和林静恩交往时很有罪恶感 而李昆成和林静恩这段爷孙恋 经过这么多年 两人的感情也并非当时不少人所批评的那样 反而是越来越稳定 而林静恩和李昆成也没有受各界眼光的影响 反而是爱得非常高调 生活大小事也都会分享 感情相当甜蜜 但没想到李昆成最后因为大肠癌病逝 享受66岁 而李昆成同时也是吴宗宪夺下京区歌王的专辑 真心幻觉情 制作人 专辑中还特别为吴宗宪量身打造一首歌 小神仙 而献哥也因为这张专辑夺下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 男演唱人奖 三立新闻网 记者告知吴宗宪关于李昆成老师离世的消息 献哥也用老师来称呼 并说 李老师很感谢曾经有他的协力 为世人留下美好的声音 特别喜欢他写的词 很人生 很真实 很能感动自己遗憾总有 但回荡在世上的依旧是他偶心力写 筷智人口的创作院老师一路好走 在李昆成死讯传出后 林静恩便以未亡人身份发言 虽不知两人结婚多久了 但林静恩解释 因有很多住院文件都只能由家属签署 他才想登记结婚 且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 竟意外发现李昆成早准备好结婚证书 并已在上头签好字 据中天新闻网报道 林静恩在2月1日穿着隔离衣 和李昆成在家户病房内完成简单的结婚仪式 但最终 李昆成却在被病魔折磨两个月后撒手人寰 而这也不禁让林静恩悲痛大哭 我有跟他说 你走了你要等我 不要那么快投胎